英女郎,來 我覺得就是這次很榮幸可以跟雲花合作 然後覺得我們建立了一個很深厚的友誼 然後就是覺得他這次就是非常非常努力 然後非常有天分的演員 然後他演戲的感覺就是非常的有機 然後我們彼此之間的那種產生的化學效應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棒 是,那喬喬都不會你有打到? 喬喬的話有,他也是非常非常努力 其實非常非常努力然後很認真 像導演講的他在片場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會 我們都聊得很來 然後就聊得很開心 可是接下來到各自去準備角色 然後他聊到片場之後 他就完全變了一個人 都不跟我講話 然後眼神充滿殺氣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但是因為我自己壓力很大 然後會想說你不跟我講話好 然後我們就都不講話 因為我們的角色關係比較是互相競爭 然後我們有很激烈的就是打鬥啊 或者是動作戲啊 所以... 三個人都有打鬥 都有打鬥,都有爭吵 就是一個動作片 所以我們兩個常常都傷很累累 但是是因為那種 不太熟悉的競爭關係 所以我們兩個心裡面都有默契 那就這樣 我們不要讓彼此有那種熟弱的感覺 太酷了 感覺三個都要一起拿影 酷了太厲害了 好可怕喔 雲晃呢 跟兩位女演員合作的感覺 可惜算是我這部戲最親近的搭檔 然後我們在事前 因為我們是演很多年的好朋友 然後我們在拍之前就花了很多時間 那我也會邀請他來我家裡看電影啊 然後我們一起出去什麼 就是... 因為我陪他看了20部電影 對對對 有一部分是他陪我的 對不對 然後就是... 一直來... 而且其實我原本就是看過可惜的作品 我還很怕是不是很難親近的那種 就是角色的關係 但是私底下相處 然後再慢慢整個過程 我們就真的培養了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然後我覺得主要是還有我自己 從來沒有過的一些第一次 我就獻給了他 對 就是... 就是各種的第一次 很多種啊 第一次... 對啊 很多螢幕的第一次 對很多螢幕的第一次 就獻給他 打鬥啊 什麼 抓女生頭髮 什麼 沒有還有更多 但那時候就電影上的再跟大家分享 好 明白了 是一個鬥爭 送迎花是那種 我遇過就是 我們就是... 這部片相對... 就是... 很多戲是一場戲拍三天 因為他太難了 他牽涉到鏡頭的調度 然後還有演員很精準的聊天 然後送迎花是拍... 拍很多場戲是那種 已經拍了S三個拍 然後他自己一直要求 重來重來的一種 對... 很怕... 因為... 很怕沒有達到導演的要求 就像導演講 他真的不會跟演員說 這可好 或是不好 他就會默默點頭跟攝影師說 然後就默默就換鏡位了 所以其實演員就從來不太知道 到底有沒有達到導演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 因為很信任他 所以就把自己全部都交給他 求好心切 期待 那喬喬的部分呢 三號你還好嗎 還沒走出那個角色 因為他一直嚴肅 感覺很... 陰氣 我現在好很多了 好很多喔 走出來了吧 我這部戲應該是我跟所有人 就不只是演員導演 還有所有工作人員 關係最差的一部戲 就是我到... 就是我到殺青還有很多人 其實我並沒有講到話這樣 然後跟可惜幾乎是 能盡量不跟他修話就... 其實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當真的到片場的時候 有時候可惜跟我說早安 我都會有一種... 幹嘛 也沒有到恨意 但會覺得很奇怪 你幹嘛跟我說早安 就是有一種很怪的... 我也想不出來 我其實... 對 然後因為我戲裡面 大多都是跟可惜對戲這樣 所以跟他的相處 甚至我們有時候在同一個化妝間 各自在化妝的時候 我都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氛圍 就是... 他到底是誰 他是可惜還是妮娜 我有時候自己會搞不清楚 都是你的 你看了吧 那個... 巧巧一眼的電視劇 我都上網去看 我平常也沒有在看電視劇 認真 對 改一部 好了不要考慮這個 不是... 開玩笑的啦 是我們的電影怎麼會去幫別人廣告 是不是很聰明 然後... 所以看完之後 我自己就看到了一些東西 特別是最後跟他們聊了好多次 我見演員都至少聊四次 每次就是兩三個小時都這樣先聊 聊了之後 然後就決定就是想跟他們合作 我就發現就是有很多演員 就是... 他們非常非常厲害 但是他們一直沒有機會去挖掘他的另外一面 我覺得可能不曾出現在螢光幕上面 那我自己拍電影就特別喜歡跟我沒有合作 或我不熟 或我很怕他們來了把電影搞砸這種演員 我不是會不會搞砸 我是說電影是一種冒險 所以時常在表演的時候 我都不會給演員答案說 你演得好或不好 我覺得永遠是未知嘛 所以當時找他們兩個 我覺得他們兩個一定有一塊 是非常神秘的一塊 那一塊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沒看過 可能包括他自己都不意識到 是這樣子去找他們 然後第二個就是找了之後在拍的時候 工作人員跟我說 你找他們是不是因為他們要不要去像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兩個一點都不像 是嗎 你近視幾度 我沒有近視的 我沒有近視 但是他們兩個第一個 第一個是在我自己 親自看他們的人的時候 看過十幾次聊天 一點都不覺得像 第二個他們在電影裡面 非常非常的更不像 所以我覺得是很多人覺得像 你們兩個會自己覺得呢 沒有 我覺得等電影出來的時候 這部電影一定會 一定會就給大家一個大震撼 是說這兩個人為什麼這麼不像 大家都會錯 期待 我跟他們像 是嗎 然後在電影裡面 反而是就是 就是Kiki跟三號之間 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反而是 那個 那個妮娜跟 各兩個有關係 所以他們三個的位子 是互相錯亂 因為他是懸疑推理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秘密 哇 才說你剛剛五重的 五重的